佛教故事,恶言辱骂老比丘,投胎做狗五百事。 得到后的舍利福,跟佛陀一起住在给孤独园。 这天晚上,舍利福照例以天眼观察众生,看谁具有的度因缘。 舍利福看到一个商人队伍,他们养了一条狗。 这条小狗趁商人不注意,偷吃了他们的肉。 被发现后,商人们非常生气,就把小狗一顿猛打,狗腿都被打断了,然后把他抛弃在路边。 小狗非常可怜,几乎快要死去。 舍利福知道小狗的因缘,于是第二天起时后,就去到小狗身边,为了他一些食物,并且给小狗说法。 在舍利福的照看之下,小狗安静地接触了他的一生。 后来,小狗投生到了一个婆罗门的家庭。 没多久,有一天尊者舍利福一个人在外起时,他来到婆罗门家门口。 婆罗门便问,尊者你怎么没带个杀迷侍者呢? 舍利福说,我莫有杀迷侍者。 于是婆罗门就告诉他,说他有个儿子,叫君提,现在还小,等稍微大点,希望能让君提跟舍利福出家,做杀迷侍者。 舍利福听了之后,就把这件事迹在心里。 很快小君提就年满七岁,到了可以出家的年龄,他的父亲就把他带到舍利福那里,希望跟舍利福出家。 就这样,君提就成了舍利福坐下的一位屈屋杀迷。 舍利福了解君提的因缘,就时常给他讲说重重妙法,君提也很受用,在舍利福的教导下很快就正了阿罗汉果。 正果之后的君提,以神通观察自己的过去世,才知道自己前世是一只可怜的狗, 被蒙舍利福尊者的恩泽,才转的人身,并且得到正果。 于是暗自发誓,一定要尽此一生供养照顾舍利福。 阿南得知君提的事迹后,就问佛陀,君提是因为什么样的因缘,才先投狗道, 后又得人身出家正果呢? 佛陀告诉他,很久以前,在家业佛的僧团当中,有一位年轻的比丘和一位年老的比丘。 年轻的比丘声音非常好,很善于唱颂,深得大家恭敬。 那位年老比丘则声音浑浊,唱颂总不在调上,常常被人所嫌弃。 不过莫人知道,其实这位老比丘是一位正了果的阿罗汉。 有一次法会的时候,年轻比丘听到年老比丘唱得远不如自己,于是笑话他,说他唱得就跟狗叫一样。 听他这么嘲笑自己,老比丘就问他,说,你可知道我是谁呀? 年轻比丘回答道,我知道你呀,你不就是咱们僧团的上座比丘吗? 老比丘就告诉他,你只知道我是上座,却不知道我已经正的阿罗汉过了。 年轻比丘一听,赶紧向他忏悔。 佛陀告诉大众,就因为他恶言辱骂老比丘,所以五百世中常受苟身。 但因为他曾经在加业佛的僧团中出家持戒,所以这一世才有解脱的因缘。 出自,咸鱼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明镜与点点栏目。